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都因为种种美业,最好有家不能归 这些人中,最先离去的是孔祥熙 最后离去的是宋美玲 当宋美玲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去 心中的愤懑自不必爽 宋美玲的一生丰富多才 但她并没有那些时代的大人物一样 给自己写下回忆论 因为宋美玲说,她不想面对那些历史 如果让自己走一遍 也许自己走不下去 当家人朋友一个个离自己而去 自己一个人在美国度过了欺负的二十年 没人陪伴,连个可以倾诉的人都没有 2000年,宋美玲已经是年过百岁的老人 她与那些中国的老人们一样 早早地为自己买下了墓地 但是宋美玲却并没有去看过 2003年,一直身体硬朗的宋美玲突然大病一场 所有的医院都束手无策 宋美玲隐约觉得自己的大献一到 这时的宋美玲已经一百零五岁高龄 宋美玲决定在自己去世前 看一下自己的墓地 在侄女孔定义的陪伴下 宋美玲来到了佛堪瑞夫墓地 孔定义推着轮子 宋美玲一路上沉默不语 最后在自己的墓前思处 梁友后问道 这是我的墓地吗 孔定义回答道 是的,这是您满了墓地 宋美玲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不再说话 此时太阳升起 宋美玲被孔定义推到了大厅 宋美玲透过玻璃的悬窗 看到了自己的姐姐宋爱玲的墓 眼泪开始在眼眶中盘旋 宋美玲拿起手绢擦掉了眼泪 而后转头对孔定义说道 我没事的 你推我去宋子文的墓前看看 已经来了 让我再看她一眼 孔定义将宋美玲推到了宋子文墓前 此时的宋美玲再也忍不住了 眼泪夺眶而出 对着宋子文的墓说道 一个国民政府外 交部长 一个财政部长 为何死后有家不能回 我们宋家人 为何会当在这里 为什么会这样 旁边陪同的侍从们 听到后无不动容 孔定义更是流下了泪水 和宋美玲哭了起来 其实宋美玲的心里早有答案 宋家三姐妹本相亲相爱 但最后却反目成仇 宋子文死后 宋家没有一人参加其葬礼 早在最后的宋美玲 将这些都看到了眼里 2003年10月24日 在去自己墓地仅半年后 宋美玲去世 而她在离世前 也给了我们答案 我痛恨政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暂停了 conform者 prochains中